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咋的了这是 这次代理安排我搞结贷 你说我这一个大男人 整天干女人干的活 想想啊 我这心里就郁闷 我看你进结贷本分心态挺好的 你这方面比我有顺服 我呀 以前给你是半斤对八两 是吗 又不忙完了 咱们一块捞捞 行啊 行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从小看到的都是母亲在做饭打扫卫生 从没看到父亲做过饭 做过家务 我外公啊也是这样 有时外婆一天不在家 外公宁可饿着肚子也不做饭 他就认为做饭属于女人干的活 我看到其他家庭啊 也多数都是女的在家做饭 男的呢 在外边忙碌干活 结婚后啊 妻子理所应当的包揽了所有家务活 有时让我做点家务 我是心不甘情不愿的 总认为做饭干家务啊 这是女性的标志 所见所闻就是男主外 女主内 咱们这类家庭啊都是这样 2020年夏天 我和几个弟兄配搭着维修店的设备 一天带领对我说 有个组啊 急缺接待人员 让我过去搞接待 我嘴上没说什么 心想啊 我没搞过接待 也不会做饭呀 但当时由于急缺人啊 我就答应了 搞接待期间 我每天为着锅台转 洗洗涮涮的 心想啊 这个本分是姊妹尽的 咋让我尽呢 再说了 一个大男人经常到市场买菜 有时还得跟菜贩子讲讲价 他多得有面子呀 所以每次到市场买菜呀 我就犯愁 就把人小瞧 都是匆匆进出 不想停留太长时间 有时几个弟兄说 菜咸了 淡了 或是提醒我打扫卫生 我就觉得没面子 心里就讲理 这在家啊 家务活 做饭 都是妻子干 我也没错过呀 况且我是男的 这都是女人干的活 你们咋不体谅我呢 这不由的 这心里就酸酸的 进这个本分 啥时候是个头啊 是啊 平时啊 看到几个弟兄谈论工作 是有说有笑的 我怎么也乐不起来 这身上啊 就像背了一块大石头 一样沉重 就盼着啊 什么时候 能不尽这个本分 就是这种心情 那些天做饭呀 我也不用心 早上我天天煮面条 看到弟兄就吃一点点 我也不问弟兄 是不是吃不习惯 那时候啊 白菜多 我就知道煮着吃 弟兄吃的也很少 我也不管 就觉得白菜嘛 那咋做也好吃不到哪去 后来啊 弟兄们本分调整 搬走了 负责人让我继续搞解态 我就特别不理解 我一个大男人 怎么老让我搞解态呢 做饭洗洗涮涮呀 这本来就是姊妹干的活 人家会不会说我 一个弟兄 怎么尽这个文分呢 这让我的脸啊 往哪割呀 想到这些啊 我就感觉 弟兄一等 那段时间 我情形很不好 觉着还没面子 廖头父吧 觉得没理智 继续进吧 还不知咋进 是 廖学本分吧 不合身心意 想甘心搞结态呢 还顺服不下来 真是进退两难啊 这外表进这本分啊 心里憋屈 干啥都不积极 也不用心 看到卫生该打扫了 我也不打扫 好几次啊 是别人看不下去了 就帮着打扫 还有教会拿过的 这食物啊 我没及时晾晒 结果食物发霉了 只能扔掉了 带领知道后啊 就对付我 那食物都发霉了 你要是用心的话 该晾晒晾晒 该吃的及时吃掉 也不至于浪费啊 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咱得反省 自己尽本分的态度啊 是 听代理这么说呀 我心里有些自责 这的确是我没用心 把食物损坏了 但我又给自己找理由 在家呀 这些晾晒食物的事 都是我妈和妻子料理 我从来没管过呀 现在让我做这些啊 真是太丢面子了 我总感觉 像受到羞辱似的 不想面对这样的环境 就盼着带领啊 给我安排尽其他的本分 当时啊 我消息到一个地步 向神祷告也没话说 读神的话也没亮光 每天过得很累 在心里边啊 特别堵得慌 聚会时啊 一个姊妹看我情形不好 就提醒我得反省自己 学功课 是 那你后来是怎么从 这个情形里走出来的 一天啊 我看到了神的话 全能神说 什么是本分 神给人的托付 就是人该尽的本分 神托付你什么 那就是你该尽的本分 得把自己的角色 自己的位置 找好了 找准了 这才是有理智的人 然后再脚踏实地地 尽好自己的本分 来环抱神的爱 来满足神 以这样的心态来尽本分 人心里就平安踏实 就能在尽本分中 接受真理 逐渐达到 按照神的要求 来尽本分 就能脱去败坏性情 就能顺服神的一切安排 就能达到 合格的尽本分 这样就能得着神的称许了 你能真心为神花费 以正确的心态 以爱神 满足神的心态 来尽本分 就有圣灵做工的带领引导 在尽本分中 就愿意实行真理 按原则办事 就能成为 敬畏神远离恶的人 这样就完全活出 真正人的样式了 人的生命 都是在尽本分中逐渐长大的 不尽本分的人信多少年 也得不着真理生命 因为没有神的祝福 神只祝福真心为神花费的人 能力所能及尽本分的人 无论你尽什么本分 你能做什么 你就把它当成自己的责任 本分接受过来做好 怎么能做好呢 神怎么要求的 你就怎么做 神让你尽心尽意尽力地去做好 你就琢磨这句话 琢磨怎么能达到尽心 阿们 从神的话中看到 人无论接受什么托付 都得当成责任本分 应该尽心尽意做好 存着满足神的心态尽本分 神才称许 阿们 而我却认为 搞结代是姊妹干的活 我是一个弟兄 不应该尽这个本分 让我搞结代是对我的贬低小桥 带着这样的错误观点 我对待本分 没有一点认真负责的态度 结代弟兄的时候 我总是煮面条煮白菜 看到弟兄不喜欢吃 我也不想着便便做法 让几个弟兄吃好吃不好 后来结代的时候 卫生也不及时打扫 教会送过来的食物 我也不及时处理 结果给放坏了 我这哪是在尽心尽力 对待本分 这明显就是不用心 应付糊弄 是在打茶搅扰 听你这样说 我心里也挺难受的 这些天 我也是尽时给弟兄们 煮白面条了 也没想过 怎么用点心 给弟兄做点别的 还想着 啥时候补尽这个本分 我对待本分的态度 也不对 教会给我进本分的机会 我不珍惜 还一直抱怨抵触 应付糊弄 这太让人伤心失望了 如果再不扭转 最后就失去金本分的机会了 认识到这些 我就立下心志 接下来愿意实行神的话 用心尽好接待本分 感谢神 我就开始学习做饭 积极打扫卫生 凡数接待方面的活 都尽力做好 随后几个弟兄又回来了 负责人让我继续搞接待 我也能顺服下来了 感谢神 感谢神 那你说 咱们为什么这么抵触 进接待本分呢 这根源是啥呢 后来啊 我看到了一些神的话 对这个问题的根源 有了些认识 感谢神 感谢神 全能神说 如果让你尽一项本分 原来你不能顺服 现在能顺服几成 比如你是个弟兄 如果让你每天 给弟兄姊妹做饭洗碗 你能不能顺服 短时间也许能顺服 如果长时间 让你尽这个本分 能不能顺服呢 偶尔还能顺服 时间久了 可能就顺服不了了 这就是没有顺服 那没有顺服 是怎么造成的 因为人心里有传统观念 认为男主外 女主内 做饭是女性的事 弟兄做饭丢面子 所以就不容易顺服 对了 在分工上 有性别歧视 男性就认为 我们男人 应该在外面打拼 像做饭 洗洗涮涮这类活 应该女性做 不应该让我们男性做 但是现在临到特殊环境了 就让你做 你怎么办 你得解决哪些难处 才能达到顺服 这是问题的关键 你得打破性别的歧视 没有什么活 必须男性做 什么活 必须女性做 先不要这样分工 尽什么本分 不应该根据性别来划分 如果在家过日子 你可以这么分工 但现在涉及到本分 你应该怎么领会 你就应该从神领受 把这个本分接受过来 扭转你里面不对的观点 你应该说 我是男性不假 但我是教会中的一员 在神那儿 我是受造之物 教会安排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没有性别的划分 得先放下错误的观点 然后把自己的本分 接受过来 接受过来 这就算真实顺服了吗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如果有人说 菜咸了或者淡了 或者说哪样东西 做得不好 不愿意吃了 或者要求做哪些新东西 你心里能接受得了吗 那时你心里就不舒服了 觉得 我一个大男人 给这么多弟兄姊妹做饭 还被指出这么多问题 真是彻底没面子了 这时是不是不想顺服了 有难处了 凡是顺服不下来的时候 就是有败坏性情在流露 在作祟 让你不能实行真理 不能顺服神 男性就有这些大男子主义的思想 有一些活儿 想看孩子收拾屋子 洗洗涮涮 打扫卫生等等 有些人大男子主义严重 就歧视这些活儿 不愿意做 或者做了也有点违心 怕人瞧不起 就觉得 我总做这些活儿 我不就成老娘们了吗 这是受什么思想观点支配的 这是不是思想有问题呀 思想有问题 你看 有的省份的男人 就整天扎个围裙做饭 女人下班回到家 男人就把饭端上来了 吃吧 今天的饭好吃 都是你喜欢的 女人名正言顺地吃现成的 男人名正言顺地做饭 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家庭主妇 出门围裙一摘 不照样是男人吗 有些地狱的人 大男子主义就特别严重 这不得不说 是来自家庭的熏陶影响 把你惯坏了 这是把你坑害了 还是把你救了 把你坑苦了 父母灌输的这些思想观点 涉及到人最基本简单的生活规矩 也涉及到对人的一些不正确的看法 总之 这些都是家庭对人思想方面的熏陶 他不管在人信神的过程中 在人生存的过程中 对人的生活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给人带来多大的困扰 麻烦 根源上与父母的思想教育 是有一定关系的 阿们 真是见察忍心肺腑啊 把我们的心声啊 都给解释出来了 是啊 看了神的话 我明白了 我见接待本分 总觉着压抑痛苦 没有顺服啊 主要受男主外女主内 这个错谬观点支配导致的 以前在家种地啊 母亲和妻子在外忙完 回到家还要洗衣做饭为家处 忙的搅不着地 看到这些啊 我总是一点忙也不碰 就认为洗衣做饭干家务活啊 这都是女性做的 男人只需要挣钱养家 干外面的活就行了 男人干家务啊 那就是没出息 会让人瞧不起 你说还觉得这样是有尊严的 这没有真理就是可怜的 是啊 凭着这个观点活着啊 我对待家人啊很冷漠 根本没有一点体贴照顾 信神后 让我进接待本分 我就觉得洗洗涮涮买菜做饭 是姊妹进的本分 不该让弟兄进 我带着这个大男子主义思想 在本分上抵触不用心 去市场买菜 跟菜饭讲价 买些五美价廉的菜啊 这是很正常的事 可我总觉得丢人 怕人小瞧 做饭时 我都是根据自己的意思 想咋做就咋做 丝毫不考虑弟兄们 吃的是否习惯 因着抵触界的本分 我连该打扫的卫生 都不打扫 就连别人主动打扫卫生啊 我都觉得 这是在打我的脸 我真是不可理喻 不是好歹 太没有人性理智了 这种大男的主义思想啊 已经把我的思想给扭去了 想想本分啊 是从神来的 不分高低贵贱 男女老少 我该从神领说 当成一种责任 去保爱珍惜 在本分上 尽上忠心满足神 可我却凭 男主外女主内的 这个思想观点活着 只考虑自己的感受 根本不考虑 自己的责任本分是什么 没有一点顺服 我这不是在与神对抗吗 对抗 我真是太麻木了 我搞结代都几个月了 就因为凭这个 大男子主义活着 到现在都心不甘情不愿 这就是在跟神消极对抗 这性质太严重了 是啊 认识到这儿啊 我很后悔自责 就来到神面前祷告 神啊 我凭男主外女主内的 思想观点尽接待本分 没有一点顺服 还处处与你对抗 我太没有理智了 神啊 我错了 我愿意向你悔改 阿们 阿们 后来啊 我又看到了一段神的话 对神衡量人的标准啊 明白了 全能神说 神对于人类的性别 没有任何特殊的说法 因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都是神造的 都是从神来的 用人类的话说 就是手心手背都是肉 在神那儿 对男性女性没有歧视 也没有不同的要求 都是一样的 所以 在神那儿看 无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 神要看你的人性实质是什么 你所走的道路是什么 你对待真理的态度是什么 是否是喜爱真理的人 你有没有敬畏神的心 你能不能达到顺服神 神只用这几条标准来衡量 神拣选一个人 培养一个人 尽一样本分 担一份责任 神不看你是男性还是女性 神提拔人 使用人 不看你是男性还是女性 神只看人 有没有良心理智 有没有良心理智素质 有没有良心理智素质 有没有良心理智素质合不合格 看人能不能接受真理 走什么道路 当然 神拯救人成全人 也不看你是男性还是女性 如果你是女性 神不看你是否贤良淑德 是不是乖女人 如果你是男性 神也不看你 是不是有男人的阳刚之气 等等这些 都不是神衡量人的标准 阿们 阿们 感谢神啊 这越读神的话 这心里越亮头呢 是啊 从神的话中看到啊 神的性情是公义的 对待人没有性别之分 起初神到亚当夏娃时啊 对他们就没有性别的歧视 神对他们的爱和呵护啊 是一样的 没有偏在哪一个 是 莫世神发表话语拯救人啊 也是针对全人类 不分国家种族还有男女 而且在经历中也看到啊 神家提拔使用人不看性别 而是根据人是否喜爱真理 有没有良心理智 看人所走的道路 阿们 没有说做带领工人的都得选弟兄 接待本分都让子没尽 是 哎 就像我认识的一个弟兄 也尽接待了本分 平时一有时间啊 弟兄就注重读神的话 聚会时呢 也能敞开心交通自己的情形难处 遇到事啊 也能寻求真理 注重按真理原则实行 弟兄金本分啊 就不受性别的瑕疵 是 哎呀 就看到之前 我凭大男子主义的谬王观点活着呀 是错误的 也是偏激的 完全违背神对待人的原则呀 明白了这些真理啊 我对大男子主义思想有了分辨 愿意啊 从心里弃绝他 对接待本分 也能完全接受过来了 感谢谢 这读了神的话呀 我也明白了 神衡量人的标准 嗯 我以往的看事观点 真是太迷茫了 哎呀 真后悔啊 没有早点寻求真理啊 现在明白也不晚啊 是 哎 后来啊 我又看到了神的话 嗯 对如何尽好接待本分啊 更明确了 是吗 全能神说 不管尽什么本分 要实行的真理 要明白的原则是一样的 不管是让你做带领工人也好 搞接待做饭也好 还是让你去办一些外事 或者出力干活也好 尽不同的本分 所该遵循的真理原则 都是一样的 就是必须根据真理 根据神的话 那最大的最主要的一条原则是什么 就是尽心尽力尽意的尽好本分 达到合格的尽本分 比如 你负责给弟兄姊妹做饭 这是你的本分 你该怎么对待这件事 寻求真理原则 怎么寻求真理原则 怎么寻求真理原则 这涉及到实际 涉及到真理了 你得琢磨 怎么能实行真理 怎么能尽好这个本分 这涉及哪方面真理 这涉及哪方面真理 第一步 首先你得知道 这不是做给我自己吃的 这是我的本分 这是印象方面 第二步 第二步呢 得琢磨怎么能把饭做好 做好的标准是什么 得寻求神的要求 对了 神的要求才是真理 才是标准 才是原则 按着神的要求做 这是一方面真理 首先你得想到这方面真理 然后揣摩 神让我尽这个本分 那神的要求标准是什么 这个基础首先得有 那怎么做符合神的标准呢 就是健康可口干净 吃完了对身体没有损害 这就是细节了 你根据这个原则做 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按着神的要求做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在这世上寻求了这方面的原则 没出神给的范围 这样做就对了 你的本分就尽好了 就合格了 阿们 阿们 感谢神的 神把怎么达到合格进本分路途啊 都给咱们说清楚了 是啊 从神的话中看到 不管进哪一样本分 都得按真理原则实行 都应该按神的话尽心尽力做好 就像我今接待本分 如果饭菜做得不好 人吃得难为情 再给身体造成副作用 我就没尽好半分啊 是 对待食物呢 该晾晒的晾晒 该吃的尽快吃掉 不能损坏浪费啊 还有 在中国 抵挡时间最严重的国家高接待啊 还得始终保持警惕 注意观察周围的环境 保护弟兄姊妹的安全 对 明白这些后啊 再到市场买菜 我就想着 怎么购买物美价廉的菜 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感谢神 感谢神啊 做饭呢 就以可口营养健康为原则 有些不会做的菜啊 我就问问弟兄姊妹 看着叫成学 一段时间啊 无论是做饭 还是家里卫生啊 都比以往有了大的变化 后来 我与弟兄啊 一起配搭维修店的设备 做饭家务活 我都积极主动的去做 有些弟兄姊妹来我们家 就不以为的夸道 你们家卫生这么干净啊 这才做的 看着就有食欲 感谢神 听后啊 我从心里感谢神 是 现在啊 我明白了 这本分啊 没有性别之分 本分是神给人的托付 是人该尽的责任义务 人应该无条件地接受过来 尽力去完成 我还明白了 尽哪种本分啊不重要 关键是在尽本分的过程中 寻求真理解决自己的败坏性情 寻求按真理原则实行啊 这才是最主要的 阿们 阿们 我能有这些收获转变啊 都是神话语的带领达到的国效啊 是 感谢神啊 感谢神 今天听了你的交通啊 我挺受益啊 接下来我也得进入神的话 不能再凭错谬的思想观点活着 抵触本分了 感谢神 哎 那你今天还有时间吗 干啥呀 我先让你教教我怎么蒸馒头花圈 也给弟兄们画画样 行啊 走 走吧